我接觸滑板應該是八歲 我家裏的滑板就試試 真正滑板是十一歲 好像吸引了 你站上去是很自由的 無論你一班朋友出去踩滑板 一百個人在滑板也好 其實你站一塊板自己一個 你是做自己的事 那一刻我覺得很自由 不會有人評論你做得好還是不好 還有很有型 城隆那部電影 城市獵人 在學校那些學生都有炒滑板 但裏面有很多滑板 就是當年很出名的滑板 是 是 因為跳動作那些 很棒 80年代 90年代的時間 我接觸的第一個高峰 我年代有很多人玩滑板 其實他們覺得壞 是因為當時香港沒有滑板場 是否樓年沒辦法 因為晚上才可以公用滑板 日後可能會碰到人 或者會有警察 會有食物來趕 你迫著夜晚做這些 是沒有人理會的 就是人們覺得 夜生活的東西就是壞了 這幾年我見到 變化是很誇張的 以前我們講街頭文化 講衣著 音樂 現在滑板是 正講運動 講親子 再加上奧運 我自己會慶幸做到這次滑板項目的專家 去評述也挺有趣 我沒有想過 這麼多不是滑板的人 看奧運滑板 我做完評述 過百個WhatsApp 說很棒 但他們是不懂滑板的 我有個八歲的小妹妹 她學踩板的感覺 一點都不親子 她簡直說 我要做Sky Brown 你要做Sky Brown 你知道誰是Sky Brown 我看了奧運之後 我叫我爸爸 搜尋他的東西給我看 我打算做他 我為何要做 很辛苦 要讀書 又要香港溫習 不是小事 每天我做這個 我立刻下去滑板 我聽到 有一點感動 好 兩個都成功了 好 好 想立刻再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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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希望有更多資源 真的可以栽培到下一代 因為今年的金牌都是13歲 日本女生都是13歲 這次奧運這個項目加了之後 是講奧運所有項目裏面 最年輕的運動員 在滑板裏面出現 這個是很誇張的一件事 即是你改寫了一個歷史 我們實際上說 他奧運下去45秒 你40秒 改變了你自己的生決 改變了全世界的歷史 踢球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例子 我想大家都相信 無論捉種也好 或者什麼也好 一年踢球花多少錢 只是大球場擺在那裡 你那個花多少錢 為何不投放在一個 每天都有人做的運動 我不是說踢球不好 香港投放了這麼多 我不敢說 十年 我想過億 這麼多錢下去的時間 你是一場世界賽都踢不到 我夠膽說 我有你十分一的投資 在滑板的話 我最少有一個可以出世界賽 最少我寫包單 我可以 現在什麼球對什麼球 你是本地 多人看多些 還是有一班滑板比賽 多人看多些 我想有滑板比賽多人看多些 這次奧運是證實了這件事給大家看的 如果不是 怎麼會五個台都要直播 直播完還要再重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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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